议员林志玲今天为代言产品走秀 那么听到了导演关锦鹏提名 她要角逐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林志玲惊讶地说她完全没信心 给谦虚地表示 自己比较想报名的是新人奖 哇 知灵姐姐的拥抱 让年仅18岁的网球小将杨中华 羞红了脸 一贯人身份 勉励年轻选手走向国际 知灵姐姐却对自己在影坛的表现 很谦虚 其实我一直很想再报名新人 因为赤壁上下集是一起拍摄的 所以对我来讲那段过程 还有赤壁这个作品 都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和尝试 那我不晓得有报名 有信心吗 没有完全零信心 外传拍赤灵的时候 林志玲每天写一封情书 给导演朱颜平 林志玲选择用写信来沟通剧情 是为了作家角色练文笔 而不是写情书 至于前飞闻男友 颜承选那封寄不出去的情书 林志玲说他不敢看 颜承选那封情书后来有看到吗 没有看到 会期待看一下吗 不敢看了 真的吗 对 出席单演活动走秀功力已然不减 但近来积极望影坛发展 林志玲说想多挑战 有丰富故事性的角色 但如果要他演喜剧 为戏牺牲班丑 也丝毫不排斥 不怕真的不怕 倒是没有设设设计 全新闻的家伟 蒋心梅台北采放报道